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各位在这里共结善缘 那今天呢要跟各位分享报告的主题是 用智慧建构幸福快乐人生 请问各位朋友 我们都喜欢过着幸福快乐人生吗 喜欢哦 这个幸福快乐人生啊 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终极目标 我们看所有的童话书里面 到最后公主跟王子 是不是都过着幸福快乐人生 由此可见啊 这个是我们人的终极目标 我们也为了这个目标 然后不断的追求 认为可能金钱 美貌 知识 学历 还有科技 它可以为我们建构幸福快乐人生 可是时间已经替我们证明 金钱 美貌 知识 地位 学历 科技 它只能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 却不能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啊 科技的文明发展 已经为人类带来种种的生存危机啊 现今全球暖化 能源耗尽病毒的扩散 而且现在来都叫做超级病毒 还有物种严重的灭绝 再加上海啸 地震 洪水 干旱啊 还有火山爆发等等灾难频繁 世界失控的程度啊 远远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跟理解 那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是环境危机还是人心危机啊 这值得我们人类啊 好好的来深思啊 相传啊 在周武王征服上座王的时候啊 两年以后呢 患了重病 那呢 他的弟弟周公啊 因此就祖坛祷告哦 愿以身代死啊 然后就将这个柱文呢 封入了金藤香内 结果武王的病好了 周公也没有死 数年后啊 武王驾崩 周公的兄弟管淑啊 他们就在城王的面前啊 散步遥远 结果啊 周公不得不啊 远走他乡啊 就到那个国家的东部呢 度过了两年 那一年的秋天 就要丰收了哦 要丰收了哦 可是忽然怎样 狂风大作啊 雷电交加 所有的农作物啊 都被风怎样吹倒 大树也连根拔起哦 民众都非常的惊恐啊 那城王呢 跟大城本就穿起了什么 礼服准备要普礼 那他们要进行普礼之前呢 都要先打开怎样 金藤香 结果就发现了什么 周公啊 愿意带武王已死的柱文啊 城王就深感自责啊 于是就怎样决定 把周公迎回来 当城王的御驾啊 刚出到城门外啊 天下起了雨哦 而且啊 风向反转了过来 又把全部倒掉的农作物啊 全部又催止了回来 当然这一年 能然是大丰收啊 城王也引回了周公 周公从此自礼作乐啊 一路带着什么 周朝走向盛世 看完这篇文章以后呢 我们心里非常的感动 人家古人 他们在化解灾难啊 风灾的方法啊 是用反省 还有什么 立即改过 那我们看近百年来啊 西方东进 西方思维 主导了整个时代趋势 所以呢 资本主义 公立主义啊 取代了我们的什么 伦理道德 还有三纲五常 那我们的社会价值观 可以说严重的扭曲变形啊 我们知道西方以什么为中心吗 以自我为中心 那美其名西方名词是自我为中心哦 那我们东方怎么说 自我就是自私啊 人自私以后就会开始刻薄 就会很会竞争 就会导致竞争 那竞争呢 现在都是恶性竞争还是良性竞争 都是恶性竞争 恶性竞争 它就会提升变成斗争 斗争的话大家就怎样 无所不用其极啊 机关算尽啊 你说这人会好过吗 整天都功于心计啊 吃会吃得好吗 睡会睡得早吗 然后过来就会产生战争哦 战争就是开始怎样 为达目的啊 不择手段啊 什么事情都怎样 做得出来啊 因为人为了利 自私都是为了自利嘛 那我们知道利都跟什么连在一起 害啊 利害利害啊 所以他为了什么 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危害人间啊 为了利益 危害人间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啊 所以他为了自己的欲望 他杀死自己的父母 诈领保险金赶座 杀死自己的孩子 诈领保险金赶座 所以这样会不会形成末日 哦 我们大家可能认为末日是怎样 全部的人都已经灭亡了 才叫 才叫做末日 对不对 其实末日还有两种解释啊 第一个就是当人的想法都不是人的时候 那这样 有没有像世界末日 曾经啊 在四川内地有一个小孩子13岁 他有一次呢 就怎样煮饭给他的 爸爸吃 他爸爸吃完以后呢 就暴毙了啦 因为在那个内地的地方 也没有那么 那么现代啦 所以也没有叫 也没有叫什么检察官厌尸的啊 就草草埋掉了 过了不久 那个小孩子呢 又怎样 煮饭给他的妈妈吃 结果妈妈呢 也暴毙 也是跟上一次的手法一样 结果呢 那个小孩子也回去了 回去哦 他就问婶婶了啊 一说婶婶 我爸爸跟妈妈不是都有保险吗 哇 婶婶听了怎样 起鸡皮疙瘩 这个小孩子啊 一定有问题啊 所以他们就报那边的公安哦 来调查 调查的结果呢 我们知道吗 他的爸爸跟妈妈 都是怎样 他亲手怎样 毒死的呢 人家就问那个小孩了啊 你跟你的父母 有什么深仇大恨啊 为什么你要亲手毒死他们啊 那个小孩子又说了啊 我就为了买一只手机啊 哦 我们听到这个 这样像世界末日了吗 一个小孩子 居然为了买一个手机 把最亲爱的父母都杀了 他的心中没有恩义 没有道义啊 只有欲望 你看我们可以为了欲望 然后怎样 不择手段 假如我们在用西方的思想 在继续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你看我们下一代 我们的孩子改天煮饭给我们吃 我们敢吃吗 吓都吓死了 因为我们在用西方那一套思想 在继续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会把小孩子怎样 带上末日 死路一条 那我们知道我们东方思想 以什么为中心吗 以人为中心 人就是怎样 两个人 就是时常要怎样 想到对方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曾经就有一个牧场 牧场就养了羊 牛 猪的 那个主人就把羊抓过去 一下子羊又放回来 然后又抓了牛去 又抓了牛回来 又把他放回来 哦 最后就去抓那个猪啊 结果 我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 我没有听到 我听到